各位中政大學有四名 事先讓人討論說要進行 起家隔離 因為他有接到 這個諾富特專案 裡面的一個比較真實的困案 今天採檢結果出來是音色 關心好是讓大家 不可以太過頭走走 好這邊有哪個家鄉消毒 學生一個一個拜託 牛體溫 酒精消毒 最近過沒有問題 才能進去比賽 中政大學那個困擬 體管的風雨 因為衛生教四月三十號 而晚上通知諾富特專案裡面 有一名較正的病患 和家裡的人接受過四名 中政大學的書生 檢視這幾天在進行全校的大教育 特別針對那個私生所在的那個單位 好好緊急發出公告標示 有一名老師三位學生和 靠近的病患 四月二十四月 作為一晚當 目前已經進行 既加既離 好好啟動風雨機制 有先救也標示 包括嘉義民宿老闆 老闆年6的人總共在來 都已經住在風雨路上 PCR採檢的結果是陰性 六位我們目前也讓他們住在防疫旅館 能夠來做居家隔離 所以整個事件其實是都陰性 大家不用恐慌 目前為止結果一切正常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那記得要去打疫苗 六位人採檢的結果 都是陰性 關乎 公佑大家 不可以過度 怕嚇 指揮中心也正式 屬性接觸者是個案 依依依救 因為學校的上科苗 當裡面有包括 前行政議長 將依化 指揮官 但是總是表示 他不會有風險 現在理想安大昇坤 林委長 自己報到